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次激发于皮内的血肿 梗死或者是脓肿 等病理性的改变以后形成了一个囊肿 临床上都不引起症状 频片它的诊断价值是比较有限的 偶见有概化 吸低的话可以看到境界清楚的一个圆形低密度因 那么吸低值接近于水样的密度 合并有感染和出血的时候 囊肿的密度会出现变化 边缘常常可以看到有条状的概化 增强扫描时没有明显的一个强化 血管障影的可以看到皮内的血管有轻度的受压包扰 持公正的表现 T1加权为低信号 境界清楚 T2加权为明亮的高信号 在增强扫描 这个囊肿是没有强化的 这是皮障一个大的囊肿 这是另外一个 呈均匀的低密度 这是皮障多发性的囊肿 这是皮障多发性的囊肿 有多个的低密度 这是肝脏的囊肿 和皮障的囊肿 第二我们介绍皮障的血管流 皮障的血管流在小孩多为毛细血管流 再承认为海绵状血管流 CT的表现 皮扫为低密度 边界清楚 增强扫描的时候 在肿瘤的边界出现斑点状的强化 这些强化区逐渐的向中心发展 逐渐的填充成为等或稍高密度 脾障的一个并变 低密度 动脉齐全流性的强化 到门脉齐仍然呈较高的一个密度 这是皮门的另外一个并变 动脉齐明显的强化 明显的强化 到门脉齐仍然呈较较高的密度 这是多发性的一个脾障海绵状血管流 我们可以看到在门脉齐 可以看到 兵变的仍然呈高的密度 磁强症的表现 T1加拳里头表现为低信号 境界清楚 T2加拳为高信号 增强扫描 在动脉齐它的边缘出现强化 强化的形式为节节状 逐渐的从边缘向中心填充 最后成完全填充 可以表现为等或者是高信号的一个情况 脾障的二性肿瘤 常见有二性淋巴流 转移流 脾障的二性淋巴流 是脾障较为常见的二性肿瘤 它常常是全身淋巴流 在晚期脾障受累 也可以是研发于脾障的 研发性的淋巴流 在病理学上 大致上可以分为 弥漫肿大型 疏力型 多发节节型 和孤立肿块型 临床的表现 表现为脾障的增大 左上腹的疼痛 如果是全身性的淋巴流 我们可以看到多处淋巴结的增大 瓶片 可能只看到脾障的一个增大 血管扎障呢 可以显示脾障 脾障的分支受压移位 脾障的二性淋巴流 它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的一个低密度区 增强扎障 它表现为轻度的一个强化 弥漫性的 二性的淋巴流 脾障的侵犯 除了脾障的病变以外 在周围 脾门 腹主动脉周围 以及中隔里头 常常可以看到多发的总大的淋巴结 少部分的弥漫性的淋巴流 它可以是弥漫性的寝顿 所以病变很小 只是表现为弥漫性的脾障的增大 也有一部分的脾障的淋巴流 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的总块 在注射对比剂以后 脾障的病变多层低信号 边缘的强化不太明显 这是脾障的一个淋巴流 我们看到脾障是弥漫性的增大 里头的密度不均匀 在动脉期 我们看到低密度区更加的明显 那么到门脉期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从花斑状地图乱分布的混杂密度区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病例 我们可以看到脾障增大 多个的结解 在动脉期 结解以周围明显强化的脾障值 形成了对比 这是另外一种脾障的淋巴流 表现为片状 多发的结解状 这是脾障的淋巴流 我们可以看到 脾障的淋巴流 我们可以看到 脾障的一个病变 动脉期边界非常清楚 那么到门脉期 仍然可以看到清楚的边界 到颜值扫描 我们看到 有少部分的对比剂 进入到低密度区 所以 病变的低密度 跟周围脾障的对比 趋向于模糊 这是一个巨大总块形 脾障明显的增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门脉期 这是一个巨大的脾障的总块 那腹主动脉周围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淋巴结的增大 这是多发的 倾重的 比淋巴流 脾障的 这是淋巴流 合并和脾障的出血 这是脾障的淋巴流 多发的解解 多发的解解 那么这个也是 脾障淋巴流 多发的解解 边界是模糊的 从 总体来看 脾障的淋巴流 在诊断上 我们可以分为 几种类型 第一个呢 就是 弥漫总大 第二呢 是多发的解解 第三 是孤立的大总块 第四呢 是速率性的 侵犯 脾障的转移 脾障的转移流 常常是其他脏器的 二性肿瘤 血型转移而来 临床上 没有什么特征性的表现 主要是胃肠道症状 体重的减轻 左上腹的包块 在影像学里头 可以看到呢 血管罩影 表现为 血管的分支 有受压 疑味 有时可以看到呢 肿瘤性的血管 CT CT表现为 皮内的低密度病变 形态呢 可以规则 也可以不规则 增强扫描以后 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强化 MRI 多发皮的转移流 在皮呢 表现为 T1加权 为等信号 或者是 D等混合的信号 T2加权 为不经营的高信号 注射对比机以后呢 它的强化 与原发流 有些相似 偶尔可以出现 牛眼针 或把针 皮脏的 转移流 肝脏也出现转移 那么转移流里头 有出血 皮的炎性病变 皮脑肿 常常是血型感染 那么 屏片里头 可以看到呢 左隔 有抬高 有肺不张 有胸膜炎 CT表现为脾障的 极限性的一个低密度影 边界是欠规则的 增强扫描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浓肿的B MRI表现为低信号 T2呢 屏高信号 DWI 浓腔屏扩散 受限的高信号 那么就是搞到 Linium DTPA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浓肿B的一个强化 而浓肿不强化 这是脾障的一个浓肿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低密度的一个 肿块 这也是脾障的一个浓肿 我们看浓肿B呢 是相对比较厚 脾的外伤 腹部在受到外力的撰击下 常常可以引起脾的外伤 包括脾障包膜下的破裂 中央的破裂和完全的破裂 磷霜的话呢 可以出现 湿血性的修科 腹部的蓬龙 血管噪影的表现 有噪影剂的 或者对比剂的外衣 动脉的臂塞 动静脉的短路 甲心动脉流的形成 无血管区 和食指区的充音缺损影 这是 脾破裂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做脾动脉照影的时候 有一些对比剂的外衣 吸体 可以表现为脾障包膜下的血种 呈心悦状或半悦状的高密度 增强扫描 脾的食指是明显的强化 而血种没有强化 这是脾破裂 那么脾破裂形成一个血种 这是在脾包膜下的血种 这是脾膜下血种吸收以后 形成一个低密度的影 这是脾破裂 这是脾破裂 我们可以看到呢 脾障呢 有碎裂 周围有一些气体 还有胜出 这是脾破裂引起了腐腔的大量的积雪 那么这也是脾破裂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一个不均匀的低密度区 脾破裂和脾内的血种的形成 非外伤性的脾破裂 包括有感染性疾病 肿瘤性疾病 血液性的疾病 血管性病病 还有脾障的自发性的破裂 这是一个聚脾 合并有自发性的脾破裂 可以看到脾内也有出血 那么这是自发性的脾破裂 脾障增大 我们可以看到呢 多处的裂隙状的一个低密度 脾障的梗死 常见二间半的病变 骨髓增生性疾病 动脉炎 脾动脉瘤 表现为 贫血性的梗死 那么梗死的病灶 常为多方 呈蝎性分布 伴有脾内的出血 吸体表现 在脾前缘 靠近脾门区 呈低密度 那么病变呢 呈三角形或蝎形 它的底部位于脾的外沿 尖端指向了脾门 增强扫描可以更好的显示脾的梗死 这是脾障的梗死 增强扫描 正常的脾的食指有明显的强化 那么这也是脾障的梗死 它呈蝎形 它的尖端指向了脾门 它的底部指向了脾的外周 这是一个扇形的一个 脾障的一个根式 这也是一个脾障的根式 这边在包膜下 也是一个脾障的根式 Ct的表现 MRI它的表现跟Ct相似 表现为蝎形 三角形 扇形的一个信号异常区 T1乘低信号 T2乘高信号 脾障的根式 在胃肠造影和血管造影 我们可以看到 有脾障的一个增大 Ct可以显示 它的直径大于10个cm 或者是脾 大于5个类单元 可以称为脾障的增大 先天性的脾障疾病 包括有肘皮 额外皮和多皮 有肘皮又称为异味皮 它常常是在体检中发现 Ct可以显示 异味皮的形态和位置 那么副皮 常常位于皮门 临床没有症状 血管造影 可以看到 皮动脉的分支 进入了副皮 那么Ct呢 显示在皮门周围 小的节节影 圆形或多颜形 光滑 那么它的强化特点呢 跟皮脏是相似的 多皮综合症 为先天性的一个变异 临床常无症状 Ct可以看到一个或多个的腹皮 皮脏的异味 皮脏的异味 可见于右侧的腹部 腹皮 它的密度跟皮脏是相似的 动脉脐强化跟皮脏相似的 门脉脐强化跟皮脏相似的 这是腹皮 伴有左下腔筋脉 腹皮 内脏的反胃 这个是心脏 心肩所指的位置 这是胃炮 位右侧 隔下 这内脏的范围 那么上面的话呢 我们介绍了上皮脏的 一个常见的病变 那么